欢迎回来小韩带你吃喝玩乐频道 如果你还没订阅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这次的行程我们是从Kelcentra乘搭ETS到Panambusa KTM Station 然后再从KTM Station搭Van进去合在室区 ETS在早上9点50分准时出发 火车上也有说明一些简单的热饮 三文字和饭盒 当然你也可以带自己的小食或者饮料上去 从吉隆坡到Panambusa KTM Station大概需要5小时半左右 间中会停13个站 5个小时半后我们终于抵达Panambusa KTM Station 从Panambusa KTM Station出来后 你会看到售卖VIPvan的柜台 这VIPvan会直接载你进入合在一个人司马币30块 欢迎订阅 从Pardang Berser KTM Station到Habzai Town 大概是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下午4点半我们终于抵达酒店 办理入住手续 入口高 好像十三四层高 可以了 OK啦 没干净 它有水哦 我不够水的 哦 你是要喝很多水那种 诶 它这边好咧 它有USB插头的 哦 这个景观很漂亮哦 好 这边好咧 之后 我们就到Lig Garden附近的四周围走走逛 其实第一个晚上我们是想说去Lig Garden Night Market走走 而是Lig Garden Night Market星期三是没有开的 所以我们就去了Green Way Night Market 从Hotel去到Green Way Night Market 我们是坐Tutut去的 Tutut One Way是$100 现在Green Way Night Market那个Food Court 现在Green Way Night Market那个Food Court 它们你不一定要买那个Tutup卡 你也是可以用Tutup卡 你也是可以用Tutup卡给钱 因为它讲有Tutup卡的 一个就是买那个卡 一个就是 用那个Online的 Tutup卡 但是我们还是买它的 那个Cash Card Cash Card Cash Card 我们是Tutup卡 200Bud 然后里面有10Bud 是Deposit 所以Dotal 你可以用的是190Bud 那个10Bud Deposit 他们会Return给你的 When你Return那个卡 给Cash 10块是Deposit 等下 这个是什么 哦 加油条啊 泰国加油条 新新酱 哇 这个是那个面包 正方形的 长形的 这个面包 哇 这个是Steam面包 这里有超级多食物选择 除了美食 这里也非常适合逛街 雪拼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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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衣服、鞋子、首饰都很年轻 适合小哥哥、小妹妹们来 哪一个 这个 可以吗 逛完GreenVeyondan Market 我们就走路去Asian Night Bazaar 其实这两个夜市是蛮近的 只需要走路大概10分钟左右 逛完Asian Night Bazaar 我们一样坐得度回Hotel 然后就结束第一天的活动 来Hotel咯 今天第二天了 我们去阿尼 Songka Yu yu 来我们的车 在这里 这个是我们司机 这是我们包的车 2 OK 来到Hotel咨 早餐可以尝试这家送卡州 No egg Egg Some more Big Egg Small Some more You're just set egg OK OK Thank you 它们家的猪肉粥味道香浓又顺滑 它们家的猪肉粥味道香浓又顺滑 这什么 哦这边还有Ginger的 如果不够还可以加 这个我不知道什么 这个胡椒和辣椒 除了猪肉粥还有奶油面包配套 吃完早餐后我们就出发去Samila Beach啦 从宋卡州到Samila Beach需要大概40分钟左右的车程 咱们试影师妹店 细节 还没办法 细节 这有点 沙米拉比什最热门的景点 就是美人鱼雕像 在这里你还可以骑马 骑在马背上拍照的话是50B 骑着马绕一圈是150B 离开沙米拉比什后 我们就去送卡老街走走 从沙米拉比什到送卡老街 区区6分钟车程 最近送卡老街这里开始火红起来 游客都纷纷开始来这里打卡旅游 来到送卡老街 千万别错过这家老店 你看到很多本地人和游客都排队买猪肉包 猪肉包是这个是吗 啊一个咯猪肉包 他们家的手工包非常好吃 尤其是包皮非常松软 这是送卡老街必吃的六七十年历史古早味生蛋黄椰子冰淇淋 他家的生蛋冰淇淋是装在小温缸里的 送卡老街有点像我们马来西亚的冰城街还有我们六甲街 每一个巷子都有壁画可以拍照 可以边走边拍 欣赏他们的街边店面还有文化 这里还有很多café可以去打卡的哟 另外有一个好玩的送卡景点就是陶瓷博物馆 另外有一个好玩的送卡景点就是陶瓷博物馆 请转发 打卡兰淇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从陶瓷博物馆到送卡红魔坊只需要三分钟的路程 这里是圆明和合性的红魔坊 也是游客喜爱参观的送卡景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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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看到 这座户外瑟佛至今至少有200年的历史了 从瑟佛到新六Rista Cafe 只需要8分钟的车程 新六Rista Cafe & Bar 是一个靠海边的cafe 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看着大海 绝对是休闲的好地方 这里每一个角落都很适合拍照打卡 尤其建立于海上的圆形座位 很漂亮 至于这里的食物 价格属于偏高 建议和闺蜜来打卡拍照喝茶就好 我们来买虾米 好 这边多 多哦 不错 这边了 重新由Rista到Severus Cafe 大概是30分钟左右的车程 这里是需要购买入门票的 一个人是38,小孩免费 这里就是Severus Cafe Severus Cafe and Restaurant 就像一座度假村 特色是巴黎岛风格的水上主植物 湖水和树木围绕周围 如果跟新由Rista Cafe and Bar compare 我个人是觉得我比较喜欢新由Rista的环境 很不幸的今天天宫不作美 突然下起大雨 我们唯有提早结束送卡一日游 下雨天唯有回到Habzai的商场逛逛 Central Festival是当地一间非常有规模 聚集了大量国际品牌的国际购物光厂 到泰国旅行 我通常不会错过买这家的奶茶 相比金融波 它们的价钱便宜得多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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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那天走的咯 有的 在这边哈 你有胃啊 有胃啊 有啊 这家的燕窝也是很多人不会错过的 一碗是280 到泰国 除了吃 当然也不能错过他们的massage 一碗是一碗 一碗是一碗 香白 鸡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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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1个咖啡 鸡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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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一起吃早餐 我们到了 到合摘其中不能错过的美食 就是点心啦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点心 一龙23B 我们一起吃早餐 要拿卷 我拿包子 拿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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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愛了 他有放這個蔥油 这里除了点心 肉骨茶也是他们家的必点招牌 配料包括排骨 金针菇 副煮等 汤头药材味道浓郁 喝起来还带点香甜 个人觉得这里的咖啡 是这两天来 我们喝到最好喝的咖啡 这是我们今天包的嘟嘟 金针菇市场目前是合在最大的涨势 基本上药罐王都需要3到4个小时 这里的东西应有尽有 尤其是腰豆坚果 花菇鱼票等 也可以在这里便宜购买 很适合买回家当手信 到合摘当然也不会错过猪脚饭 这次我们是尝试了网红秋哥国际猪脚饭 秋哥猪脚饭属于偏淡 这里的烧肉味道一样偏淡 但值得一提的是 它们的烧肉皮很脆口 还是蛮不错吃的 如果你是重口味的 这里不会是你的选择 吃完午餐后 我们就到新的打卡景点 Food Villa 走走看看 猪脚饭属于偏淡 这样的哦 看着,这边很开卡 是地方这样哦 KFC 阿曼Yedee 曼Petro 行 Food Vill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特别的是这里他们售卖的饮料有很特别的陶土杯 你只需要付饮料 这陶土杯就是你的 而且还能自由选择你要什么样的公仔陶土杯 通常卖小吃的船饭会把准备好的食物 放在绑在棍子上面的篮子替给顾客 顾客再把钱放在篮子里面就可以了 这里的小贩们都在小船上主要贩卖的私道地和特色小吃 这里的小贩 从利加登走路到南园云吞面需要15分钟 这里的云吞面可以选择汤或者干的 除了云吞面这里也有饭类的选择 吃完晚餐后我们又走路回酒店 晚上我们就在我们酒店楼下的 利加登纳马克逐走看看 这家的按摩服务真的很不错价钱又便宜 下次如果你有来可以来这里试试看 由于时间的关系最后一天的早餐我们就随便吃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早餐啦7-11的Port Burger 今天我们要回家啦 我们的车早上9点就来我们的hotel接我们 然后去Port Angbusa KTM Station 这一天啦 这边那个是Solo的 哇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此 我们下期见 记得点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也谢谢支持 我们下期见咯 Bye by bwd6 中文字幕——YK